你爸 你妈在那儿呢 叫错了 对对对 应该先从奶奶开始 对对对 奶奶 什么呢 这一上来还没怎么着 就叫声了 家倩妈这话说的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呢 你呢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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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奶奶 给 好 奶奶 我这是一千零一块 意思是千里挑一 谢谢奶奶 爸 妈 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不会挑你们小辈理的 家倩他爸他妈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我尽管说啊 就是 这还什么都没说清楚 就叫上爸妈了 闹愣了 你们刘一阳这孩子 太调皮捣饭了 我们家倩呢 都跟着他学坏了 那个清江 我敬你一杯 得 我 我不会喝酒 我就以茶代酒了啊 好好好 好 来 来 来 这个都不要客气了啊 今天咱们就是来谈这个儿女婚事的是吧 我呢 就开门见山 就索性有话直说了 其实我跟他爸呀 一直呢 都是特别不主张 家倩这么早就谈恋爱 更不主张 他这么快就结婚 你们就即使真是想 找对象结婚 你也得睁大了眼睛 好好去挑挑 好好去看看去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不是说看不上刘一阳 这孩子还是 还是不错的是吧 我们一直也都 觉得他工作什么 也都挺努力 是是是是 是吧 那其他的 那也不是他自己能够选择的 是吧 你说这出身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我跟他爸呢 都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原则 他的事呢 就他自己来定 至于今后这个酒席呀 什么这些婚礼什么的 这都是枝结 都是一个形式上的事 今天我跟他爸呢 这个忠心的意思呢 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问题弄清楚 咱们到底咱们家是有房子 还是没有 有 在哪儿 嗯 屁 这菜打死卖颜的了 佳佳你别吃这个啊 太咸了 对你肚子里孩子不好 说起房子哈 嗯 你们家奶奶呀 有个平房 本打算就是拆迁的时候 你那反抗下来 再给他们买新房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哎呀 你说拆迁的房 哎呀 一扬他妈呀 你太天真了 你太幼稚了 那就是像那歌 什么唱的那个 什么屋里看花 什么水中烙月的事 你就别想那个茬啊 我也听出来了 你们家反正就是一句话 没房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呢 我倒是有个招 就是 他们就住在我那儿 是吧 我跟他爸这条件 这毕竟 比你们家要好多了 这不是瞧不起你吗 这是事实是吧 那现在不是 你看看 都肚子都这样了 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刘家没有这个 倒插门的规矩 再说呢 我年龄大了 看一眼就少一眼 见不着俩孩子 跟我那曾孙子 我闹心 奶奶哎 什么倒插门不倒插门 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呀 只要是孩子们高兴 咱们大人不就高兴吗 是不是啊奶奶 这个 作为嘉倩的父亲 我也说两句吧 嘉倩这孩子 从小让我们给宠坏了 脾气不好 在家的时候 就老和我呀 还有他妈 耍个性子什么的 我们是真担心他们 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不省心哪 是吧 在我们面前 他怎么着都行 那我们都得受着呀 谁让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呢 是吧 这 对啊 叔叔 不是 爸 不 不着急 不着急改呢 咱们慢慢来 慢慢适应 我 我挺能适应的 其实我们俩呢 是 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跟嘉倩呢 都 都还在上班 白天都在公司 就是晚上回来 找个地方睡个觉 在哪儿睡不是睡啊 所以我们俩呢 是决定在外面租房子 等他真要快生的时候呢 再回到我们家 我妈 我爸 奶奶 都能照顾不是 好啊 租房子 不合适吧 那租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杨阳 不说好的吗 在家里住 怎么要跑外地租房子去了呢 是啊 那 那个我说两句啊 二位啊 你们家是嫁女儿 我们家是娶媳妇 对吧 这中间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 这南方该做什么我都懂 打杨阳他妈生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南方是要花钱的 我们家虽然不是什么 有钱有势的家庭 可是 我给儿子是有预备的 该置办的绝不含糊 我能拿得出的 我绝不口口唆唆 要说这房子问题呢 我觉得啊 这个只要孩子们开心 怎么都好 我的话完了 这酒有点上头 我 我得走了 那二位 你们要是吃完的话 回到家 让杨他妈给你做点生茶 好 不是 爸 说 那个 你早点回去 我有事跟你说 不是 你 走了 亲家 这真是不能喝啊 怎么没喝两杯 就不行了呢 这个 杨他爸刚才说的话 大家都听见了啊 他的中心意思我是理解了 就是说孩子们怎么都行 怎么开心 怎么高兴都行 但是他们怎么高兴呢 这事我可没整明白 你说这俩孩子懂什么呀 二十多年了 他们就是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他们突然间绑在一块 俩人能能过日子 反正 我是不相信的 我绝对不相信他们能过好 我是这么想啊 你们俩现在都上班 挺忙的 我跟杨杨他爸 早就退休在家没什么事 平常就照顾杨杨和他奶奶 这时候家贱上我们家来 无非是多一把筷子吧 照顾谁还不是照顾呢 对吧 现在好多老的 当婆婆的 离小得越远越好 我们这好上赶的照顾 我想这也是 两个孩子的福气吧 对吧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是 你是想照顾 但是那不一样啊 你照顾他奶奶 照顾你儿子 和照顾一个孕妇 那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我就闭着眼睛我都知道 我女儿喜欢吃什么 你也是当过妈的人 你那怀孕你知道 她就想吃一点 她熟悉的味道 是吧 尤其我女儿特别懂事 特别孝顺 她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都能想出来 她绝对不敢跟你们说 她尽可自己委屈死 难为死自己 她都不会跟你们说 嘉倩他妈你放心吧 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了解她 她爱吃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她喜欢什么口味 我就给她做什么口味 我学来得及 不不不 我来得及现在学 真的 不不来不及 绝对来不及 这样晴晴 我看咱们 先把那个能定的定下来 其他的问题 咱们慢慢地再解决 对吧 对对对吧 对呀 孩子们是大事 你再推了多少次了都 太好了吧 正因为这么大的事 咱才不能急呀 急不得 再说这还没闲怀呢 还有这么一段时间呢 是吧 还是来得及呢 这 妈 你不着急 我还急呢 急什么呀 你嫁不出去了 这不嫌丢人现眼呢 我吃好了 奶奶 奶奶 别走你 奶奶 你嫁钱吧 妈 你们慢慢定啊 不是 奶奶 你你你你你 倒倒倒是给 给一句话啊 丫头 奶奶钱给得少 你爹奶奶说什么呢 但在奶奶心里 你是万万万里挑一的 奶奶 谢谢 不谢 我走了 奶奶 妈 你慢点啊 行吗 你慢走啊 你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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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吃坐下吃 不用送 不用送不用送 我溜着弯就回去了 快坐下吧 你们吃你们吃啊 你小心点奶奶 要不就先把这领了吧 提什么呀 你都没说清楚呢 那行 咱们都回去好好想想 你们决定吧 你们决定吧 不是 妈 你 嘉倩她爸的妈 你们吃好了吗 好了 好了 那吃好我就结账了啊 服务员哪 结账 别别别 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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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消费一共是九百七十元 什么九百七十元 怎么那么贵啊 对 这是您的单子 是 这这这这都是这样 我来吃 用不着 今天我请她爸她妈吃饭 用不着你 给给给给 给 这一千块钱找我啊 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不需要了 这咱这吃的菜 跟家里怎么不出一个味呢 妈 您这什么意思 没意思 好 快走 哎 服务员 刚才我们吃饭那桌收拾了吗 哎 刚才那屋收拾了吗 还没有呢 我想打包啊 好的 请您跟我来好吗 哎 谢谢啊 爸爸 你们先回家 我出去一趟 不行 那为什么呀 回家 哎呀 真是圆街路窄啊 我今天算是体会到 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 哎呀 要不是 亲身经历 你根本想象不出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 这么这么巧的事 你说我当时见到什么感觉啊 愣住了 愣住了 哎呦哎 她 她 她什么烦啊 她也愣了 嗯 你知道我 当然我这些年说变化不大是吧 就是虽然有一点变化 嗯 还是认出来了呀 她不可能说完全的 是不是啊 她 她说什么了 她能说什么呀 你这当时就不嫌不淡的 还是记恨在心呗 耿耿于怀 你说这都三十多年过去了 她还还记着这点事呢 你说她度量多小啊 不是 书云 我不是我说你啊 要说当年 就你跟你姐办这事 也确实有点 有点什么呀 你还想 你想说有点不地的是吧 不是 反正 反正什么呀 当时有当时的特殊 历史时期特殊条件 那种情况下我跟你说 我那是解救了他们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她今天在哪儿呢 她今天能过上 这样的日子吗 我跟你讲你别说这个 你这人就愿意翻那个老 老账 什么意思 你现在就说着咱女儿的事 现在新情况是 女儿要 要当她的儿媳妇 她要成为老公公了 你说在她眼皮底下天天生活 你说这这这这这 将来这怎么办呢 而且咱这个怀孕了 我天哪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亲爱的我 我我我我向你注意了 咱俩商量啊 你说 咱们呢去去看一楼盘 帮他们把那个首付给付了 然后那月公 让他们这小狼狗 自己慢慢还去 怎么样 你脑子 让门框给夹了吧 有病吧你啊 怎么 怎么了 谁娶媳妇 你连这个基本问题 你都没搞懂 你那胡说还到什么呢 谁娶媳妇 她们家娶媳妇 她们家不买房 咱们买房 咱 咱开他们的 咱们见哪 你怎么这么逗呢 而且你你我我 你听我一个信给你说 就算你给瘦了 是付了首付 你知道那个月公多少钱吗 现在这银行利息多高吗 一个月几千块钱 你谁付得起呀 而且就算她现在能付 刘一样哪天工作没了 你小公司 啪就破公司 也倒闭了 怎么办 你给呀 你去呀 你后半辈子 你指望谁呀 真是 都行啦你呀 你就不可能 这什么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咱们家什么事 不得靠我呀 靠你就早上喝西北风去了 我跟你说 你说你别麻烦我 你在我身边我不问你 我问谁呀 我问谁呀 我没说 算我没说 什么叫算你没说 你就等于没说 因为你说了也是废话 说了也别说了 行了 你到那儿不去睡觉 我这不愁着你我这 走我回忆你们 你看你这 行了 闭嘴 睡觉 行行行我招待您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那惹人生气了就行 我也是这么睡觉 好吧 老爷子 没想到您 当年也是一情种啊 说实在的 我得感谢贾遣他妈 要不然现在 我得管他叫二姨 傻儿子 那儿可就没理了 谁说的 后来呢 论资格哪儿轮上他呀 那时候啊 队里啊 有几个推荐工程兵 大学生的名额 你老爸我是第一人选 谁知半路杀出个田书云呢 那时候啊 队里 最后一次开会讨论 只要是通过了 那大无章一概 你老爸我就是 工程兵大学生了 那偏偏这时候 田书云跳出来了 他告发我 说我偷人家老乡家的鸡 你说 儿子呀 那时候我们狗啊 可怜哪 逢天过节也吃不上口受 那偷鸡猫狗 在那时候 他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其实我也就是想 在他姐过生日的时候 给他烤鸡鸡呀 我要是上了大学 我能不管他吗 偏偏啊 队里有个副手 一直跟我不对付 结果趁机 就把我那个名额给取消了 谁知那田书云 要使什么花招了 反正最后那俩名额 都 都落他们截手头上了 很快就走了 就再也没回来 那 嘉倩他姨妈走的时候 就没舍不得您 那不清楚了 反正我又在农村里 待了那么个四五年吧 一直等你爷爷 办提前退休 我才顶着他再缺 进了化工厂 回来化工厂 效益也不好 还差点下了岗 一辈子就混混 这么套房子 现在哪比上人家 人家一不登天 上了大学 进了机关 大房子住着 小刘党当着 你知 他这些都怎么得了呀 想起来我就 行了 行了 过去的事了 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咋子 我本来也不想跟你说 这些神之不乱骨的事 我就怕那个天中云 回头跟嘉倩那儿胡说八道 我这不提前 给你打个底吗 那管他说什么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我跟嘉倩这事 到底怎么办 你说我妈这老扛 这也不是个事啊 我没什么意见 你奶奶也是挺喜欢嘉倩的 你妈这边吧 其实我也挺理解的 无非就是想再给你 多拔不分 拔不是这么一个拔法啊 你放心吧 在心里有数 回头这事你别跟你妈那儿啊 行 我明白 六六二 你等会儿回来啊 跟我妈说说这事 这画面不错 妈 你尝尝啊 是不是 特别好吃 是是是 妈 好吃吗 我听说啊 孕妇的鼻头变大 好像就是生男孩 你看 我这鼻头好像长大了一点点 我 我这肚子里是不是就是男孩啊 还有 你看我以前最讨厌药了 我现在闻到药味儿 特别喜欢 妈 你的孕妇还真挺奇怪的啊 嘉倩 我说你怎么不知道愁啊 为什么呀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 不懂事的孩子 妈 您就别后悔了 您身都生了 再说我都长那么大了呢 这样吧 您啊就赶紧给我嫁出去 眼不见 心不烦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啊 没有 我不顺着您的意思在说呢吗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去找刘雨昂 让她好好劝劝她妈 要不买房 要不怎么反正是 怎么说 不能在他们家结婚 行 那我这就找她家 行 行 傻子傻子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嗯 什么怎么办 哎呀你别玩了 都什么时候了 别玩了 你看这个地方啊 嗯 咱们在这个地方租房子 啊 这儿离你们单位又近 房子又多 我觉得合适 嗯 真的啊 哎呦 你是荒岛上的组织星啊 你是七十二任的孙悟空 你是三头六臂的 嗯 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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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你是救护中文的 我不是葫芦啊 我不是葫芦啊 为什么是葫芦啊啊 你懂的 行吗 行 决定了 我妈说了 只要不住你们家 怎么着都行 废话 你妈是怕你住的 我们家来受委屈 那你舍得让我受委屈吗 那走到哪儿 都不能 哎 我们要租那 最好的社区 最大的那房子 好 让他们看看 咱们有多幸福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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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咱们看房子去 你好 你好 那个 我想问一下 赵小慧医生在不在 赵医生他去外地会诊了 哦 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个不清楚 是这样啊 我是他中学同学 我呢 就我俩特好 原来在一起就特别好的关系 我想让你把那个 他的电话号码什么 手机给我一个好吗 这个抱歉 我们没有这权利 我我我我 对不起这么好意思 是 哎呀那客厅多敞亮啊 是 你看那我们往那大沙发上一窝 嗯 然后一杯咖啡 然后晒得太阳多美啊 这个时候就得想到咱们的兄弟姐妹 一到周末给他们全耗来 是不是 我们把音乐打开跳 只能叫好多人哪 没问题 那么大面积 是吧 关键我喜欢那个开放式的厨房 嗯 你们在哪儿玩 然后我给你们做饭 美娃 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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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事儿吧 还有那个 你看那个书房没有 也够大 关键是咱可以在里头放上那个 家庭影院 咱们就可以一到周末等朋友们 散去的时候 我们俩小咖啡煮着 小电影看着 多小滋 多小滋 多好看这儿行 我也觉得行 这房子真的很好 南北通透 冬暖夏凉 住起来很舒服的 是是是是 家电也齐全 提包入住 一点问题没有 这 这多少钱预约啊 压一负三 一共是三万二 月租八千 一共是三万二 这种地方啊 这种地方啊 我倒是觉得那客厅 你要仔细去看吧 其实有点偏大了 稍微有点大 嗯 说话都在回声呢 你刚才注意没有 佟家欠欠欠欠欠欠 对 基本上 还有那个房间 那么大一落地窗户 嗯 你想你要是晚上 加个班什么的 不再加 我得不得害怕死啊 是 这个时候确实是 你现在想想这个房子 其实还是有一些瑕疵 对 我看外面 都没有路灯 那五七八一的 多恐怖啊 是是是是 我觉得 我觉得 真是意盼 其实也没说成哪样 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对 其实我觉得 咱们小区主要是 以大户型为主 像这种小户型的 数量不多 所以说也挺抢手的 你看这儿所有的家电 比较齐全 格局也不错 不是 这 六千多一月 这还抢手啊 姐 在咱们小区租户啊 都是像您这种 有经济实力的 您要看中了 得马上定下来 说不定待会儿就没了 在这个单元的三层 哥们儿出去啊 你有病吗你 是不是又带人过来看房子 提前要不跟我们说一声 要是这房子里 丢了什么东西 我跟你没完 听见没有你 走不走呗 不好意思啊 这是合租房 你们住其中一间 来 这边看看吧 算了吧 你觉得呢 可不算了嘛 你跟这帮人住一块儿 能有好吗 你说你们租房子也不 看 看 看清人再说 再看点别的 这你租了 左邻右舍得得多闹嘛 哥 姐 这都看了一天了 就没有一套综艺的 要不然咱再进去看一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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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这太太太累了 就这就不上了 有点累 不过关键是 我们今天看的那些房子吧 都跟我们想象的 不太一样 这样 我们回去啊 我们俩商量商量商量 然后决定哪套之后 我们就给您打电话 行吗 行 行 行 那你们先玩吧 辛苦住了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 神经病 祝鼻子插大匆 庄像 苏珊 你这个孙小饶不是烦忍的 你看过她新写的那广告吗 看了 我劝你还是忍耐一下 为什么 这个孙小饶有背景 据说她来公司 是因为和总裁有点关系 当小三不是她的错 但是来回我们就不对了 麻烦你帮我换一个人 刘一阳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是不是给苏珊打了电话 把我给录下来了 没错 你欺负一个女孩 你算什么本事啊 挑选合适的文案 是我的权利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 你还没有 这是我来这个公司的 第一份工作 你现在把我退回去呢 别人还会用我吗 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你真应该找一个 力所能及的工作 可是别的我都不会啊 我怎么听着比什么都会 还牛啊 简单独特有卖点 是一个广告创意 最基本的条件 回去看看你写的广告语 通风篇就像一个绕口里 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记住广告语 最多不能超过实物 得了吧 得了吧 反正我在你眼里 就是一无是处 我是实事求实 看什么看啊 你还真跟那小妖精闹顶了 装什么算的 孙小柔啊 公司里可都传 他是总裁的钱 这小破孩儿也 我劝你还小心点 瞧你王彼得 这两天都怪 赶上你小妖精的狗腿子了 人家有的是背景 像咱这样的只有背影啊 小心点 好些不踩完狗屎 好 我出去一趟 回不来你把我顶一下 嗯 哎 我跟你说你听着没有 喂 行了 马上就到了 进不这儿啊 嗯 这包子有时候不再褶上 我这回啊 直接找到房东 连中间费都省了 这么厉害 嗯 可不是吗 我多快过日子呀 这儿 嗯 王彼 大夫 这种错法 这也是小两句 一个当卧室 一个当书房 多好啊 没客厅 我跟你说啊 头几年这房子 都没客厅 嗯 再说小两口要什么客厅啊 要不是这姑娘 在电话里求完 我才不跟你们费得劲 说实话 这房子你们真想租 还租不了了 啊 不是 大爷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那么诚意 我一个亲戚 其实要租房 听说我这房钱便宜 这房子虽然老了点 但是这地段 这价钱 没地找去 这不是吗 刚刚把钱 定金 打在我账号上 我租谁不是租啊 要不然你们就 上别墅逛逛去 不是 大爷 您 您亲戚租多少钱啊 两千五 那我们出两千六 啊 这便宜啊 这便宜啊 你没看出来 这是要坐地起价的 那也别别的点便宜啊 这地段还好 我这定金都收人家 你知道吗 两千七呢 不 不就是一睡觉的地儿吧 这没五分钟 就涨两百了 就是还熟了 一块人又不错了 大爷 你看我们那么诚心 您 您求求您了 您就租给我们吧 我们真的特别想在这儿 我看你们小兰口啊 乖不容易呢 我就落个不是 得到我的心里了 那你们这定金是不是交啊 马上就交 拿钱 哪儿 哪儿 哪儿有 没带卡拉就好 你怎么不拿呢 不是说 没说好吗 没说好吗 大爷那个 我们忘了拿钱了 要不然您接他一电话 然后明天上他单位去拿去 行行 把电话去 电话 您 您 您有地方进吗 有 这儿 我给您说着呢 大爷真实诚 姓刘 你确定你要租这儿吗 那当然了 行 为了我们的幸福小日子 艰苦点就艰苦点吧 就是 多好啊这儿 这一步真可好了 听你的 好啊 слыш Vallaha 这就是我好不好 document 我们将找男男女性 医 código �罗帮助 larger 医 això 叫可可靭 这个 Damon 在马上 看到了 让各国 宅景 老公 以前我是少女同家线 一个人吃饱了她全家 Victwa 现在不一样了 咱们不久的将来 我就是少妇同家欠了 我必须得为我们将来的小日子 统筹规划 飞语筹谋 生姿远律 高瞻远竹 老公 我相信啊 这个租房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阶段 你一定不会让我以后一辈子租房的 对不对 对 好 那现在 我们为了我们将来的大别墅 我们现在吃点苦不算什么 对不对 是 对 老公 我也想好了 我要努力工作 努力挣钱 我让你吃好的 住好的 用好的 以后钱都归你 你攒着 抱着 睡觉 你躺在上面 我必须躺在前上面 老公 必须的 你对我太好了 老公 我爱你 我爱你 老公 我爱你 我要抱着钱 老林明 你看你儿子啊 找中介公司呢 这是想背着咱们找房子呢 你看 这 这 图长他这 他拦也拦不住啊 你 靠不好好收拾收拾他呢 怎么收拾啊 打他 骂他 把他关起来 那你说 该怎么办呢 我就是一天见不着杨阳 我这心里就没招没老的 现在又多了个丫头 怎么看怎么招人喜欢 你说 要是这俩孩子 天天在我身边该多好啊 我这不正跟您抢折呢吗 你能想什么辙呀 反正不能让他们出去租房子 对吧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啊 老鲁同志 老鲁同志 来 这个是那个年终 总结本 我告诉你件事啊 我跟你说啊 我 我那个 早上看见咱们离退办的小万了 他跟我说 咱们离退休的政策 马上就要下来了 就咱们这一批的 巧了 昨天呢 我正好和万科长 坐一趟车回家 我得到的消息可是说 政策正在研究中 真的啊 这我可是没想到 你看吧 小万从竞技官就在我手下 都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 我还以为他就跟我说了呢 我觉得咱俩好 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就当我没说 多此一举 少来这套 你要想说早就说了 哎呀 老鲁啊 我知道 你还为那天嘉倩的事生气 我一直也想跟你解释来着 可是你不给我机会 你老躲着我 那天那个事 别提那天的事 提起来我就恶心 你这话说得多难听啊 你说咱俩都一起相处这么多年了 都这样的年纪了 你是当妈的 我也是当妈的 你就看我这颗当妈的心上 就别跟我计较了 好吗 我跟你说吧 我想了想啊 我们嘉倩 还真配不上你们家杜逸 我这些年哪 忙于工作 疏于对她的管理 结果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苦果 我是打掉了牙 往自己肚子里咽呢 你说哪家当妈的 希望女儿出这样的事啊 我心里的苦啊 只有老天爷知道 现在的女孩子 跟咱们过去是没法比啊 是啊是啊 咱们那时候多老实啊 说喜欢谁就喜欢谁 现在可好 恨得所有的男孩子 都为她打起来 才显得高贵 这是什么价值观呢 对对对 你说得没错 没错 其实啊 那天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 就明白过来了 是吧 嘉倩糊涂 你不应该糊涂啊 你早就应该告诉我呀 我也想拦着了 这不是没拦住吗 你说 嘉倩呢觉得不合适 就直说 犯得着拿那个男孩子出来 当挡箭牌吗 啊 你说到最后 连怀孕的事儿 这个借口的都出来了 这 哎呀 真是的 我跟你说 我们家杜亦不是我挂口啊 追她的女孩子 一抓一大把 还用说肯定的呀 都是你请我怨的事儿 是 这事 用得着这样吗 是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嘉倩不懂事儿 哎 老鲁 你 你记不记得 咱中学一个同学 叫赵小慧的 就是跟那个大耳罗同桌 不是 然后她就是女文科代表 特懂事儿 啊 想 想起来吗 想起来了 哎 你怎么突然惦记起 惦记起她来了 我就不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就把她想起来了 你说咱们这岁数 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特愿意怀旧 你不知道怎么搜 哎 那个电话有吗她的 有啊 哎 妈 妈 那个 公司卡你放哪儿了 我收起来了 你拿给我吧 干嘛 我取点钱用 不行 什么叫不行啊 我的工资卡 你快给我拿 我是你妈 什么你的我的 你怎么去呢 干什么不讲理了呢 什么讲理不讲理啊 那钱我用了 院里卖保险品 人家说儿孙买的就孝顺 不买的就不孝顺 我不想让你背着不孝顺的骂名 对吧 三万多 你全买保险品了 你说觉得三万块钱 买这个孝顺 亏了是吧 你说你这省了一辈子怎么就 就 你 你要钱干嘛使啊 我 我肯定是有用啊 我就说了 现在 租 租房子在外头住吗 我都看完房子 都谈好价钱 这明天该交钱了 你先把钱 好你个刘一阳啊 你拿我晃当什么了你 谁当初答应我 说娶了媳妇住在家里的 你那当初是当初 什么叫当初是当初啊 家里都没有地方住吗 是小了点 可是足够你们住了 我这可好里外里的 跟你长行似 你还没这么着呢 就想着赵母娘 对付自己的亲妈了 我告诉你啊 她不同意女儿住在这里 我还不同意你离开这里 有妈 我发现你怎么这样啊 电台 您好 大爷 请您找谁 我啊 我找刘雨洋 不好意思 她在开会呢 开会 开会我也得找她呀 哎 大爷 大爷 您不能随便进 那你把她给我叫出来 她真的在开会呢 开会怎么样啊 要不我带您去会议室 走走走走走 大爷您找她什么事呢 你说有这样的没有 这耍人玩呢 昨天说好的 今天给我房租订金 到现在电话不接 人也不见 什么玩意儿 我带您去找她 玩什么啊 刘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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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 刘雨津呢 不是 你怎么来了大爷 你管我来不来了 大爷再来 不是 大爷再来 不是 我们往上说的 我都问你 来来来 我亲你我都在那儿 你 你 你们这样 不像我 没成立 去去去去去